过年回家前 女友突然和我闹起了分手 后来我才知道 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回国了 无奈之下 我找到了正在做离婚律师的好友 你那里有合适的对象 给我介绍一个吧 过年不带女朋友 我妈不让我回家 不出三天 好友给我推过来了一位白富美 她离婚后分到了一个亿 名下还有数不尽的房产 临近过年 商场里买年货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看着周围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小情侣 我的眼中难免闪过一丝艳羡 今天原本是我和女友林青雅 一起来买年货上门拜访她的父母 可她却突然给我打电话爽约了 虽然她不能来 但既定的流程不能变 今天上午 我必须要买年货去她家里拜访 如果她父母不同意 她去我家过年 总会名不正言不顺 只是当我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来到林家时 她父母并没有给我好脸色 望着林家的装潢 我心中的自卑达到了极点 我家只是普通的宫心族 而林家世世代代做生意 家中的底蕴更是让我望尘莫及 林家普普通通摆放的一个花瓶 恐怕都要上百万 这要是放在我们家 恐怕是想都不敢想 我们两家差距如此之大 林青雅的父母自然是不同意的 他们停掉了林青雅的卡 想要以此逼迫林青雅和我分手 可是任谁都没想到 我们两人这恋爱一谈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 看着我对林青雅的态度 也让他们多多少少对我有了歹观 可也仅仅如此了 他们不会同意让林青雅嫁到我家 电视剧上那种用钱羞辱我的情节 并没有上演 林母带着我参观了林青雅的房间 又向我介绍了她这些年的成长环境 最后 她淡淡地补充道 我无非只想告诉你一点 这一切 都是在家中资产丰厚的基础上进行的 你们一旦没有了钱作为支撑 真的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吗 临走前 我看到林母将我带来的礼品 随意打发给了家中的保姆 可保姆只是看了一眼 满脸嫌弃地将东西扔进了垃圾桶 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 并没有避讳着我 仿佛这种东西 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失魂落魄地出了门 下意识地就想给林青雅打句电话 电话响了几声 便对对面的人给挂断了 我又尝试了几次 发现林青雅的手机竟然直接关机了 心底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但我却无能为力 只能回到家里 焦急地等待着 回到家后 看着家中简陋的摆设 和林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买下这个房子家里 几乎是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这样既可以方便我以后上下班 也可以用来当作我的婚房 当时我兴奋地将林青雅 带到了房子里 憧憬着我们未来婚后的生活 我太过激动 以至于忽略了身旁 林青雅眼中一傻而过的嫌弃 或许我们两个人 在一开始就是不合适的 我大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想要将这个想法拍出去 这么多年 我们两人都过来了 如今就快要结婚了 我不该再想东想西了 突然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 是林青雅给我发来的消息 我着急地将手机拿出 但在看清屏幕上字体的那一刻 笑容将在了脸上 只见屏幕上 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我们分手吧 自从那日林青雅给我发来消息后 她便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统统拉黑了 我尝试过去她的公司 或是去找她的朋友 可无一例外 全都失败了 最后 我来到了林家的别墅碗 门外 我看到了院子里布满了人 男人们在烧口 而女人们 则躲在散下闲聊 林青雅 她因为众人的调笑声羞红了脸 目光直直地盯着另一边的男人 男人因为烧口 被熏得满脸通红 不多时 她将烤好的食物 全都放在了林青雅的面前 这下周围人的启哄声更大了 因为隔得太远 我只能紧贴着墙根 才能勉强听到他们的谈话 青雅 之前我出国并非本意 现在我回来了 我再也不会抛弃你了 过了很久 我才勉强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个男人名叫赵磊 是林青雅的前男友 更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富二代 当初她被家里人强制性地送出了国 而林青雅则留在了国内 两人断了联系后 谁都不肯先主动找对方 后来林青雅在大学时遇到了我 一个和赵磊有着气氛相似的人 怪不得当初 仅仅和她只有一面之缘 可她却对我穷追猛打 我们两人在一起后 她时常会盯着我的脸发呆 当时我还暗自窃喜 觉得自己至少靠这张脸吸引了她 原来她接近我的目的本就不单纯 赵磊的深情告白 使两人的感情破冰了 在场的所有人 因为他们两人的重归于后 尽情欢呼着 我看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旁 一颗心跌落到了谷底 当初林青雅兴致勃勃地 将我带到他们圈子里 我借此认识了不少她的朋友 可她的那群朋友们 在听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后 无一不露出鄙夷的目光 不仅如此 他们还时常会在我面前 说些似是而非的话 假的终归是假的 到底比不过正主 我当时不明所以 还顺着他们的话往下聊 现在看来 他们就是故意嘲讽我 他们前后的态度 让我觉得十分恶心 就因为我无权无视 所以就必须任由他们奚落嘲讽 被他们蒙骗在鼓里吗 哪怕我心中十分愤怒 恨不能冲过去 捶爆他们的脑袋 但理智告诉我 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我惹怒了他们 他们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就能让我在这个城市里 无法立足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 成为父母口中的骄傲 我没有底气和他们叫板 但若是让我平白咽下这口气 我又觉得十分憋屈 父母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儿子 你前几天说 今年终于能把女朋友带回家了 你们订了几点的机票啊 我让你爸过去接你们 我心头一紧 想起之前拍着胸脯 向父母表示 今年一定会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我有些艰难的吞咽了下口水 爸妈 要是我今年自己回家的话 你们还会要我这个儿子吗 电话那头 是父母骤然变冷的声音 你哪位啊 我烦躁地挠了挠头 紧盯着自己的手机 前几天 父母在得知 过年只有我一个人回家时 他们放下了狠话 今年 如果你还不能带个女朋友回家 那你也别回来了 从前我曾提议过 带林青雅回家见见父母 可她得知了 我家住在小县城之后 便开始百般推辞 直到今年 她不知为什么突然松了口 主动提出 要回家陪我过年 受宠若惊之下 我打电话给父母 告诉了他们这一好消息 父母自然是洗上眉梢 早早地就开始准备年货 等我们回家 我本想将和林青雅分手的事实 告诉父母 但转念一想 他们如今年岁已高 没必要再因为这点小事烦忧了 无奈之下 我突然想起了 如今正在做离婚律师的好友 老哥 你最近处理的案子多吗 都挺顺利的 怎么了 你家亲戚要离婚了 那倒不是 我来找你是有一个忙 需要你帮我 你那边有没有离了婚 适合我的 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今年过年 如果我还不能带女朋友回家 我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说着 我还给好友 转去了三千块钱 好友没有犹豫 直接收下了钱 表示一定会帮我好好看看 眼瞅着离过年越来越近 我的心情肉眼可见地焦躁了起来 上午 好友给我发来了消息 前不久 他刚刚帮人办理一宗离婚案 女方分到了一个亿的财产 名下还有着无数的房产 最重要的是 他们离婚的原因是 男方出轨 所以女方才忍无可忍地提出了离婚 看完好友发来的消息后 我心下一惊 这女方条件这么好 能看得上我吗 见我自亲自见 好友恨铁不成钢道 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 他同意和你见上一面了 你只要好好捣尺捣尺你那张脸 我保证 他一定会对你有好感 照镜子时 我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镜子中的男人见眉心目 下巴如同刀削过一般锋利 一双深邃的眼睛 仿佛能将人的心神给吸进去 这倒是 我浑身上下 只有一张脸 能拿得出手了 我特意在衣柜里 拿出自己最贵的那套西服 捣尺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早早地赶到了好友发来的位置 可当我找到座位时 发现餐桌对面 早已坐着一个女人 她正在电脑上飞快地打着什么 见我过来 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分给我 我不敢打扰她 于是干脆坐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她 她像是临时从公司里赶来的 一身随意的装扮 和身着正装的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的面容精致 如同细膜的玉石 光洁温润 虽然好友曾告诉我 她比我大了六岁 但若是说 我们是同龄人也不为过 这么漂亮的女人 身边一定不缺乏优秀的追求者 想到这 我心中难免有一些失落 如果我是她 一定不会看上 还和愣头青一样的我 恐怕她今天来这里 也只是 看在好友的情面上 勉强过来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 她对我十分满意 彼时我正在家中 躺在沙发上追剧 接到好友打来的电话时 还有些不敢置信 你是说 她对我很满意吗 对 是你 不错啊兄弟 我可是听说 她的追求者不少 就是没一个看得上眼的 没想到 这破天的富贵居 然落在你头上了 好友的声音里 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可我的心中 却始终坠坠不安 我们两人见面的那天 其实就说了一句话 她忙完工作时 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我饿得饥肠碌碌 忍不住找服务员 点了两份午餐 可她头也没抬 任由香喷喷的午饭 摆放在一旁 虽然我也很饿 但是如果我贸然地 在一旁吃饭 恐怕会让人觉得 十分没有教养 所以我干脆就坐在那里等着 可她和上笔记本后的 维持脸上的笑容 目送着她离开了 她走后 我有些泄气地摊在座椅上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她不好意思推脱这次饭局 所以想出来了 这么一招逼退我 不过 很快我便振作了起来 那么多比我优秀的男人 都失败了 我这次的失败 也不足挂齿 没想到 我居然得到了她的青睐 你还没告诉我 她叫什么 听到我的话 好友只觉得一盆冷水迎面泼来 她忍不住拔高了嗓音说道 你说什么 你居然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但在听完我的描述之后 好友连忙安慰我道 她叫林梦幽 目前是某家上市公司的总裁 你也别灰心 像她那种事业型女强人 分分钟上百万 能抽出来时间 陪你已经不错了 更何况她可是告诉我 她对你很满意 兄弟 我看好你 好友的话并未安慰我 反倒让我打起了退堂股 经过上一次失败的恋爱经历 我现在已经不敢再和这些 有钱人家的女儿有牵扯了 更何况 林梦幽还是总裁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就在我垂头丧气的时候 手机上突然弹出了一个好友申请 看着上面明晃晃写着林梦幽三个大字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难不成 她真的看上我了 突然 我的心中被喜悦占据 被一个又漂亮 又有能力的女人看上 这无疑是对我的一种肯定 想到这 我立马同意了她的好友申请 下一秒 林梦幽的消息 如同潮水般涌来 林梦幽 我很满意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一起了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你了 如果你肯和我在一起的话 你现在就职的公司 我可以送给你 听说你现在相亲 是为了让女朋友 陪你回家过年 如果不介意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 林梦幽火箭般的速度 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我忍不住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这居然不是在做梦 和林梦幽在一起之后 我开始躺平了 她想将我在的那家公司买下送我 但被我强烈拒绝了 我义正词言道 虽然我是小白脸 但我想做个有尊严的小白脸 林梦幽被我的话给逗笑了 她扭头又放了一张卡在我面前 自从我答应她的那天之后 她就开始不停地给我买买买 不断地给我送钱 短短几天 我的钱包里 已经有了不下十张银行卡 而我的衣柜里 当即的衣服更是塞到装不下 至于公司里 似乎林梦幽已经和我的上司打过了招呼 原本处处看我不顺眼的上司 突然开始对我慈眉善目 再也没想出过什么损招对付我 看着身边埋头工作的林梦幽 我差点感动地流出泪来 我这一辈子既得行善 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 从前我为了给林青雅 提供优渥的生活 每天累死累活 结果得到的却只有嫌弃 如今 我只需要在林梦幽的身边 做个吉祥物 每天就有数不尽的零花钱 哦对了 还有每晚的辛苦劳动 这些都是我应得的 今晚 在我熟练地想解开林梦幽的拉链时 她伸手拦住了我 明天是我妈的生日 你陪我一起回家看看 我瞪大了双眼 有些不可置信的 我 你是说 我可以跟着你去吗 但看到林梦幽认真的眉眼 后面的话 被我给咽了回去 我本以为对于她来说 我们两人只是各取所需 更算不上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更不要说 居然要带我回家见父母了 我原本还算轻松的身体 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 此刻我的脑中一团乱麻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林梦幽见我露出无措的神情 滴滴笑了一声后 伸手抱住了我 不过是去参加一个生日会 又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不用去了 我的脑中突然拉起了警铃 我拿了林梦幽这么多钱 如果生日会我都不陪她去 岂不是会让她很没面子 想到这里 我果断地摇了摇头 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我本想去衣柜里 挑选明天穿的衣服 可我挑了许久 却始终都不满意 林梦幽扶去了我紧皱的眉头 出门打了一通电话 等她再进来的时候 身后跟着若干服务员 以及他们带来的衣服 看着衣架上琳琅满目的衣服 我震惊地朝着林梦幽看去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 商场的人早就下班了 她居然一通电话 就能将人轻轻松松喊到家里来 这一刻 我重新认识了金钱的力量 于是当晚 我更加卖力了 就算以后她厌倦了我的脸 我也要让她习惯我的身体 这种纸醉精迷的生活 我真是一分钟也不想失去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 次日我居然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彼时我正挽着林梦幽的胳膊 故作镇定地朝着庄园里走去 只是刚走进来不久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小姨 你来了 林青雅脸上热露的笑容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僵住了 她不敢置信地指着我说道 你你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赶紧离开这里 说着 林青雅心虚地看了一眼她身旁的男伴 似是害怕被她发现 我们两人之前的那段关系 可是过去的五年里 我们从未想过隐瞒谁 有心人士 只要稍微想调查一番 自然都会查得出来 她身旁的男伴 看样子是已经了解了过去的五年 看向我的眼神并不算友好 她笑意盈盈地同林梦幽打完招呼后 一有所指道 小姨 您最近刚刚离婚 还是要小心身旁的人 谁也不知道同样的错误 您会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她这话说的并不算客气 可以说是指着林梦幽的鼻子骂了 林梦幽这些年在商场上 也不是白混的 自然不会让一个小辈平白下了她的面 此 她冷下脸 淡淡道 她是我的男朋友 李英也算得上是你们的长辈 你们两个指桑骂怀 是不是也不将我放在眼里了 赵蕾 看来你出国的这几年 还是什么都没学到 我也该好好和你父母说说 林梦幽的话 让两人脸色大变 灰溜溜地从我们面前离开了 我有些崇拜地看向她 没想到她三言两语 就能将人给逼退 看来 我这是绑到大腿了 周围的人见林梦幽这么紧张我 对我的态度 自然也就没了先前的轻慢 这时 我又不自觉地 将她和林青雅 对我的态度做起了比较 当初林青雅将我带到这个圈子后 丝毫不顾我的死活 任由旁人对我羞辱 现在想来 那又何尝不是她的纵容 可林梦幽就不一样了 她耐心地向我一一介绍来人的身份 给予了我最大的尊重 这就是年上的快乐吧 我缩在角落里 想在网上多了解一下 我这个女朋友的身份背景 只是我刚刚打开手机 不速之客就过来了 林青雅咬牙切齿道 英絮 你可真是好手段啊 这才几天不见你 就已经攀上我小姨了 看来 从前我朋友说的真是没错 你就是为了钱财和我在一起的 你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我告诉你 就算你和我小姨在一起了又怎样 我父亲才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什么话 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你应该明白吧 不然到时候 你连累的 可就不止是你自己了 说完 林青雅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之后 扬长而去 真是莫名其妙 要是真如她所说 她的父亲才是唯一的继承人 那她为什么看到林梦幽时 会下意识地惧怕 还不是因为 他们一家就是个直老虎 根本不足为惧 再说了 经过这些天我和林梦幽的接触 我看得出来 她才是最适合的继承人 她有勇有谋 出手果断 比起林青雅的父亲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但下一秒 林家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林梦幽的母亲居然当众宣布 林青雅的父亲 作为下一任的继承人 只因林梦幽是女人 所以她只能在下面扶持林青雅的父亲 回家的路上 林梦幽的心情 明显没有来时高涨了 她紧皱着眉头 一脸沉思地看向窗外 此刻我在心中痛骂着 林家所谓的高层定下的决定 经过刚刚网上的科普 我才知道 原来面前的林梦幽 居然是商业奇才 她在高中时 就跟在父亲的身后打理公司 成年后 更是将名下的子公司力挽狂澜 成了林家现在的中流砥柱 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 都是林梦幽更适合继承林家 可惜在林梦幽的父亲 要宣布继承人的那天 却突遭横祸 从那天之后 偌大的林家 都交给了林梦幽的母亲管控 她的母亲 似乎格外重男轻女 日复一日不断地打压她 后来压垮林梦幽的 最后一根稻草 竟是林梦幽的母亲 担心她发展得太快 会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所以 她的母亲 干脆为她寻了一门亲事 将她嫁给圈内有名的花花公子 林梦幽中揪胳膊拧不过大腿 哪怕心中再不情愿 也嫁了过去 万幸的是 林梦幽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 并凭借这份证据分到了不少财产 我看向林梦幽敬佩的眼神中 夹杂着一丝同情 明明心中有满腔抱负 但因为母亲的愚钝 却也只能认命 林梦幽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中所想 她轻轻拍了拍我的头道 我还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当初我之所以会结婚 并不是因为被逼迫 而是我和他们谈了条件 我拿到了公司8%的股权 至于我那个前夫 她床上的亲人 都是我塞过去的 林梦幽本以为我听完这番话后 会害怕于她的城府之身 万万没想到 我看向她的眼神更亮了 笑话 这可是我的大腿 只有她在林家站稳了脚跟 才能保障我以后富足的生活 一看到 她我就会想到 身后花不完的钱 我怎么可能会害怕她 更何况 林梦幽不仅长得貌美如花 还会尽可能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这就是我的大财主啊 林梦幽不清楚我的内心所想 但还是被我的表情给逗笑了 车上原本紧张的氛围 此刻才消散了一些 见状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今天 刚刚林梦幽的母亲 宣布了继承人之后 林梦幽禁止将我给拽走了 至于林家请来的一些朋友 见她走了之后 静也相继告辞 这些人可都是利益之上 如果他们能在这件事上战队的话 说明林梦幽 能带给他们的利益 无可估量 林梦幽宠溺地捏了 捏我的脸颊 无非就是一些 想在我身上汲取利益的人罢了 就算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也能拿到林家的掌控权 若是别人说出这种话来 我只会觉得 是在大放厥词 偏偏林梦幽说出这种话后 我却无端地相信了她 她在我的心里就是 无所不能的存在 什么困难在她面前 都变得不值一提了 接下来的几天 林梦幽不再像从前一样忙碌 反而闲下来 整天在家陪我 这天 她整理好行李箱之后 有些疑惑地问道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见林梦幽真的要和我回家 我神色大惊 要是说 我从前还心存侥幸 希望带着林梦幽回家 一起过年 自从见识到过她的忙碌之后 我就再也没过这种奢求 这几天 我甚至一直都在打着草稿 该如何告诉父母 我打算做个上门女婿 恐怕以后 都没办法带女朋友 回家过年了 听完了我的想法之后 林梦幽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整天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我之前答应过 要陪你回家一起过年 自然不会失言了 更何况我这个丑儿媳 也总要见见公婆啊 我被林梦幽的话 撩拨地羞红了脸 不知为何 我每每在她的面前 总会像一个矛头小子般 几句话就被撩得面红耳赤 林梦幽的行动能力很迅速 当天下午 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高铁 到了傍晚 我们就已经到了我家门口 可我看着紧闭的房门 却迟迟不敢开门进去 反倒是林梦幽 一把抢走了我手中的钥匙 推开门走了进去 父母原本正在吃着晚饭 看到林梦幽 吓得手中的碗筷都掉了 母亲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这死孩子 带女朋友上门 也不知道提前 给我们劳两口说一声 倒你倒是不要紧 要是饿到了 我们这么好看的儿媳妇怎么办 我被母亲的话 对得哑口无言 本来我还害怕 他们会不能接纳林梦幽 会骂我吃软饭 现在就一个照面的功夫 我在家中的地位 又降了一位 我无奈地接过了 林梦幽手中的行李 任劳任怨地去收拾了 而父母则殷切地 将她带到了客厅中 好一番寒暄 我快马家便地收拾完行李之后 赶忙出来了 根据我之前的观察 林梦幽似乎对亲情方面 十分淡薄 我怕父母说错了一句话 会不小心惹得她不开心 事实证明 是我多想了 等我出来的时候 林梦幽已然和父母 打成了一片 母亲正拿出我小时候的囚照 逗得她开怀大笑 我幽怨地拿走了相册 像个小媳妇般吐槽道 你们的快乐 怎么能够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但是 在得知了林梦幽的职业年龄之后 父母却突然变了一副脸色 他们对视一眼后 低沉地说道 你们两个人不合适 我下意识地挡在了林梦幽的身前 大声反驳道 爸妈 你们之前说我要勇敢追爱 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朋友了 你们为什么不满意 母亲却一把推开了我 眼神中透露着忧虑道 姑娘 我们家这个傻儿子配不上你 这下不仅林梦幽愣住了 就连我也愣住了 在我们正愣的目光中 母亲持续输出着 你现在刚离了婚 应该对婚姻充满了失望 不自觉地 就会对下一任丈夫要求更高一些 这个臭小子 连句漂亮话都不会说 更别说会哄你开心了 你现在事业有成 有车有房 身边不缺乏追求者 我们家花光了积蓄 才勉强只能买下一套房 他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娶你 总不能你嫁给他之后 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吧 再者 他啥啥都没有 那你看上他什么了 母亲一连串的打击 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 但在听到最后一段话时 我有些期待地 看向林梦幽 好像自从我们认识之后 他就对我表现出了 很喜爱的模样 但这份喜爱 究竟来源于哪里 我却无从得知 林梦幽轻轻摇了摇头 十分平静道 阿姨 我不同意您说的 在我的眼里 英绪本身就十分优秀了 我看过他的简历 从初中开始 就一直稳定在年纪前时 大学也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 可以说 他有一份非常优秀的履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一起之后 反倒是英绪给我提供的帮助最多 在他的身边待着我很开心 我被林梦幽夸夸得 有些飘飘燃了起来 嘴角不自觉地疯狂上扬 母亲则有些狐疑地打量着我们 我儿子是给你下什么迷魂汤了吗 虽然父母并不看好 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 但还是会感叹道 能找到梦幽做你的女朋友 咱们家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听到父母这么说 我骄傲地扬起了下巴 我一辈子既得行善 这是我应格的 过年的这几天 我们仿佛度过了人生中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不用再去想工作上的烦忧 每天吃饱了 睡睡醒了吃 又一天 我早上醒来时 发现另一边居然是空的 我下意识地惊醒了起来 发现家中属于林梦幽的衣物 全都消失了 当我起来询问父母后才得知 原来林梦幽的公司出了状况 她一大早就连忙回去了 她不想我因为这些是烦心 便拜托我父母 一定不要告诉我 母亲神情郑重地说道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我能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人都是喜欢对方的 可我这个当妈的 希望你们的感情能是平等的 这样才会长久 如果只是一方依附着另一方 这样迟早都会出大问题 儿子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能证明你并不是兔丝花 而是和她可以并肩作战的机会 我被母亲的话说得有些激动了起来 赶忙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也买了最早一班回去的高铁票 直到坐下来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我这是被母亲给扑饿了 但母亲的话却也点醒了我 自从和林梦幽在一起之后 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放到了劣势的那一方 我默认了自己是看上了林梦幽的家产 可却忽略了早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我早已对她动了心 这次是林梦幽的母亲突然向她发难 林母趁着林梦幽跟我回家的这段时间 联合公司的大股东 想要将她从公司踢出去 那些股东对她早有不满了 任由着林母刁难她 在我焦急的等待时 林青雅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面露不屑道 就连那个老女人你都下得去手 你还有什么不能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跟着她是没有前途的 整个林家都是属于我父亲的 你现在在我面前磕几个想头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这些天 我算是摸清楚了林青雅的心中所想 她认为我是她的前男友 曾经表现得那么爱她 如今却又对别的女人爱得深切 这无疑是打了她的脸 但她这个逻辑属实是不讲理 她都能无缝衔接 凭什么我要一直等着她 在她的心里 我不过就是一个误件罢了 林青雅见我不说话 顿时有些脑了 喂 英绪我在跟你说话 我冷哼一声转过身 懒得继续看她 哪来的狗肺声 真是吵死了 林青雅见我这么羞辱她 呃狠狠地放了狠话后 就离开了 我才不怕她 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 带着林梦幽一起回老家去 反正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到时候我们东山再起 打得林家落花流水 让林母后悔 做出今天这个决定 想到这里 我不禁开始幻想起 以后和林梦幽并肩作战的生活 那时我不用继续再做一个小交夫 终于可以翻身浓膜把歌唱了 见我站在公司门口傻笑 林梦幽喊了我好几声 我才猛然回过神来 她看到我身后的行李箱后 有些无奈地说道 大过年的 如果不是问 也不用来回折腾了 走 我带你回家 可林梦幽这番说辞 落在我的眼中 却是她强装镇定 她被敬爱的母亲赶出了家 如今引以为傲的事业也没有了 她现在只有我了 我的眼神透露出一抹坚定 上前拍着胸脯表示道 你放心吧 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的身后始终有我 我找人看过了 我那套房子 如今升值了不少 到时候 我把房子一卖 作为我们两个人的启动资金 我就不信 凭借咱俩的聪明才智 会斗不过林家 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 大不了到时候 一起投奔我爸妈 林梦幽意识到我误会了之后 娇称地瞪了我一眼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么没用吗 文言 我虎去一阵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 朝着林梦幽看去 听她这个意思 看来是在林母这次逼宫中 赢了 我有些懊恼地垂下了头 果然我的想法都是多余的 林梦幽手拿的 就是大女主剧本 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救赎她 不过很快 我骄傲地仰起了头 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是我家的 林梦幽被我情绪转变 弄得晕头转向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道 我的男朋友 我们回家吧 林梦幽这些年 早就对林母心灰意冷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收拾起他们的时候 她才能毫不手软 这些年 她表面上听从林母的管控 背地里却买下了 不少小股东的股权 也拉拢了不少大股东 至于林母这次的逼宫 她早早地就听到了风声 只不过她反客为主 直接将林母一行人 全都给赶了下去 听完林梦幽的计划之后 我眼冒心性眼 满脸崇拜地看着她 不愧是我女朋友 就是厉害 那林清雅他们家 现在怎么样了 我从前和林清雅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自然没能瞒住林梦幽 她听出我言语中 含着幸灾乐祸的意味 有些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尖后 漫不经心道 他们一家人从前羞辱过你 我自然不会让他们 过得太顺心 他们一家人被林梦幽派人 从别墅中给赶了出去 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曾经的好友 早早地和他们划清了关系 拒绝了他们的求助 至于赵磊 在林清雅一家出事的那天 早早地坐上了飞机离开了 她之所以能回来 无非是想借着林家的事 更上一层楼 如今林清雅没了利用价值 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下来了 在林清雅最落魄的时候 曾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眼都不眨地 直接将她给拉入了黑名单 身旁的林梦幽 依旧忙着自己的工作 连眼神都没分给我一个 我心中的坏心思陡然升起 洋装不经意道 刚才林清雅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她说她希望我能帮帮她 虽然林梦幽始终没有抬头 但卧笔的指尖却突然泛白 她在紧张我 我拼命地压住嘴角的笑意后 苦恼道 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可房中却始终都是静悄悄的 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玩过火了 忙凑到林梦幽的身旁 只见她的眼圈 突然泛起了一道红 有些委屈地看着我 我心疼不已地抱住了她 抽出一只手 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嘴巴 我逗你玩的 我才不会再回头找她 她以后什么样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现在爱的人 只有你一个 你快别哭了 要是等我爸妈知道了 非得扒下我一层皮不渴 我太过慌忙 以至于没注意到 林梦幽眼中一闪而过的脚下 我也爱你